總統府前資政林陽港在昨晚離開人世 今天的冰淇臺時間 我們帶你來回顧他在政壇的重要事蹟 地位以及小花絮 邀請到的是聯合管報資深政治記者李光儀 光儀你好 主播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光儀 林陽港算是第一代標準的本土政治精英嘛 他在國民黨的吹台心之下 他可以從基層一路爬爬爬爬到了高層 是國民黨重點栽培人物 一開始先幫我們說說他有哪些重要的事蹟 其實我們看他的真的是非常非常基層出身 他是台大政治系畢業的 其實在學歷上面來看 其實就是說並不是非常的顯赫 但是在那個時代裡面 他因為一路從基層起來 他就是當過稅務機察員 這個大家無法想像 他當過稅務的機察員 然後後來又當過那個南投的一個 就是說基層的公務員 後來當到民政局長 就是說一路上 就是說我們剛剛除了新聞裡面看到這些職務之外 他真的是一步一步往上爬 後來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就是說他後來因為吹台青的政策 就是說講經過刻意要拔著一些本土的精英 比如說我們現在知道了李登輝 還有現在林洋港 還有邱創翰 徐水的等人都是那個時候這樣子拔著起來的 然後在林洋港 林洋港在這其中 當然是說非常非常出色的一個人物 就是說他一路上的那個軌跡都非常的清楚 就是說他當很早就當了南投的代理縣縣長 那時候他才40歲 然後接下來還有選了南投縣縣長 接下來他就是直接進攻到 進軍到了台北市長的位置 那時候是民國65年 我們知道那時候其實就是說老蔣總統剛逝世沒有多久 他就當了台北市的市長了 他當台北市市長的資歷 甚至還早於李登輝 李登輝是在他之後接台北市長 然後接下來他到了省府之後 李登輝再接他去當省府 所以說他的政治資歷 他雖然說比李登輝小了好幾歲 但是其實 他走在李登輝之前 對 但是在那個時候 對 他是走在李登輝之前的 後來就是說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去看省政府主席的那個位置 後來有所謂的葉爾新效應就是說那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位置 大概就是僅次於總統副總統行政院院長 接下來就是省政府主席 所以說一般來講就認為說 他確實是在那個時代裡面 被認為是一個非常的一個 被關注的一個焦點 他是一個標竿型的人物 對 是一個標竿型的人物 在整個接班的 在崔台青的一個整個接班的梯隊裡面 就是說被認為說他是一個 甚至於後來其實有很多種講法都認為說 是不是蔣總統 蔣顧總統他希望的一個接班人 其實不是李登輝本來應該是李陽港之類的 對 這種講法也有出來過 在他這麼多這麼多的一些職務當中 他有哪些重要的事件是可以拿出來提的 我覺得這個當然是很有趣 就是說他的一些政治的名言 我們覺得說這個是我們最常常講的 比如說他在當司法院院長的時候 他就講說 那個司法就像皇后的徵騷之外 不容懷疑 其實這句話後來受到很多的曲解 其實他那時候他的講法的意思是說 大家其實是希望能夠讓做到 讓司法的一個徵騷不讓 像皇后的徵騷一樣 不要讓大家懷疑 還有內政部長的時候 他也是講說什麼 三個月之內讓鐵創業蕭條 那時候他在立法院答詢的時候 他其實這個人很有趣的一點 就是說他很能夠用那種很 很一般性庶民的語言來闡述一些 就是說好像很深刻的大道理 所以說大家剛剛我們就講說 剛剛胡志強他也有講說 會少了很多的趣味 我記得那時候其實他真的蠻紅的 就是說他就是甚至於電視模仿節目 也常常模仿他 然後他這個人就是說 他非常的就是說 也很提攜後勁 比如說後來我們看到像武敦義 還有就是像林玉芳這些人 他其實對他們來講的話 都是說一個非常值得敬重的 一個政壇的前輩 而且他還有一個非常特別的特點 就是說他很會把一些 就是說冷牙門燒成熱牙門之類的 就是說比如說他在南投縣縣長的時候 其實就很紅 就是很受到那時候的蔣公的關注 召見他十幾次 就是一個縣長 他就召見過他十 這非常的特別 對這是一個非常特別的一個例子 就是說其實那時候 他就已經非常受到關注了 然後內政部長說 當然他他其實在歷任的一個位置上面 其實都是蠻瘋瘋活活 就是說他的民調數字都還蠻高的 還有我們講的就是說翡翠水庫 還有信義計劃區他當台北市長的時候 這個都是他提出來的 所以他在當 他在那時候要蓋翡翠水庫的時候 很多人反對 覺得說你蓋翡翠水庫 是不是要水煙 將來嚼出事的話 水煙台北市 你是不是共產黨派來 共產黨同路人之類 但他還是堅持要蓋 就是說他的某些施政的作為 就是說看起來似乎是 他我覺得這個人 他是一個雖然說看起來很敦厚的人 但其實是一個很霸氣的人 但我覺得這個也在他的接班上面 也變成了一個好像是一個致命傷